四分钟就长两次,韩剑刺只用两句话就展示了真诚才是相处的唯一必杀技 这样甜心教主王心灵都忍不住黑脸的一幕发生在去年的微博之夜上 当时因为主持人的不专业,将事先没有过过台本的问题,问在了玛丽头上 眼看气氛变得尴尬,韩剑刺主动上前化解 看见谭剑刺面露难色,主持人又想让王心灵领跳,完全没考虑到他穿礼服有多不便 无奈之下,又是谭剑刺站到王心灵身边 两人配合着完成了这让人脚趾抠地的一幕 好像谭剑刺在面对意外时,总有一种情绪稳定的能力 因为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出面解围了 曾经他和赵小棠一起进行表演,拥图赵小棠的鞋子不慎甩出 瞬间引发了在场嘉宾们的爆笑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插曲,谭剑刺只对赵小棠说了五个字 那些孤独的味儿,夜晚是否还回家 哪怕自己之后,慌忙店增高鞋店的身影,在众人眼里很狼狈 他还是没有犹豫地脱下了鞋,因为他敢于证实自己的一切恶评 曾经金星单评面向,就认定他不会红 然而谭剑刺在得知这个评价时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还好我不是靠脸吃饭的 后续这个问题更是直接被记者问到了谭剑刺面前 而谭剑刺直接拿出自己被剧组拒绝的经历 阿芳承认自己听过很多这样的话 也许这就是一成笔万恶吧 说话真诚的人,又是自带友善的光环 足以让他避开一个又一个险恶的勾曲 谭剑刺与何炯之间不过一个身位的距离 他却走了整整12年 2010年时,他第一次登上快乐大本营的舞台 那时的他还是麦克男团的成员 整场下来不过三分钟镜头 而且多为边角料拼凑起来的自我介绍时 台本里特意提到了《密爱》这部电影 因为里面有莫文蔚、曾志伟、陈奕迅 无论哪个都比那时的谭剑刺有名 但没有人知道,明不见经传的谭剑刺 是怎么拍的那部戏 导演要他纯素演出镜 为了不长痘痘,他们人在四川拍戏 却不准谭剑刺吃火锅 每天只给他五块钱让他出去转悠 去找角色的灵感 直到剧组杀青 他第一次体验了四川火锅的味道 一部电影拿八千块片酬 16岁的谭剑刺 没见过这么多钱 躲在房间里数了又数 最后用掉了一点 却被公司告知片酬要全额上交 谭剑刺只能自己掏钱 把片酬补上 虽然这部电影并没有让他掀起什么水花 却在他心里冻下了一颗小小的演员梦 他开始以偶像男团的身份去面试剧组 50个中有49个都拒绝了他 最终只拿下个男三号 他向导演毛遂自荐 想试下男主角的戏 可谁会用一个无权无视的新人演员呢 导演连拒绝的理由都懒得想 告诉他你呀不行 演不了 好龙套的第八年 他第一次参加演员综艺 嘴都在抖 在得到徐珍肯定的那一刻 他多年不被认可的情绪 得到释放 累洒当场 太好了 小鲜肉里也可以有演戏 演得很好的人 这个才是偶像 也因为这个节目 他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男主戏 烈罪图鉴 时隔12年 他再次来到何老师的节目时 依旧局促到不敢说话 但此时 何雄已经会照顾他的镜头亮 朋友们 我们要不要给 南京林队的团剑字加个油 你在吗 我真的没提到 你也走一个呀 甚至还成了和何老师搭档的常驻 M.C 韩剑次得到的成功 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 就像他说自己 不是代报的演员 是一个等待的演员 12年的默默耕耘 换得一招后继勃发 站在何炯身边 最闪亮的位置 是他应得的勋章 韩剑次 真是趁着自己前几年眉红 什么话都敢往处说 张婉一的名字由来充满父母的浪漫情爱 妈妈生我和我姐姐的时候年纪比较大 所以就是我姐姐叫婉琴 我叫婉一 就是婉来的情 然而到了谭剑次这里也有爱 只不过是妈妈的随性的溺爱 看了一本漫画 这个漫画叫剑次郎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哇剑次郎好酷啊 刀枪不入 我妈说那就给你改名叫谭剑次郎嘛 然后就说那改谭剑次郎有点怪 你就把狼去了 就让谭剑次郎 作为娱乐圈默默耕耘12年的代表人物 谭剑次迎来的好消息是他红了 外消息是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于是大家知道了他小时候除开全国体育锦标赛拉丁舞冠军 这个光鲜身份还是医院的常客 我小时候几乎每年过年在家都得去趟医院解毒 每年 对 因为吃得很杂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都在外地上学 好不容易一到过年才能回老家 一到老家就狂吃 之后被太和麦田关起来训练了整整四年 唱票请的还是麦当娜的编舞老师 用的是军训的方式被撕着水还顶着砖 这次的好消息是MAT男团出道了 外消息是寒流来了 没过两年 Exo成为亚洲顶流 而那时的谭剑次面对饭圈文化C位这个词 留下了充满迷茫的疑问 那这没有C位这说 C位是啥我都不知道 就是这一段 该谁往中间站就往中间站 可能会比较有几个人是经常站中间 比如说我呀 对于自己的身高 韩剑次一直很坦诚 以至于身边的工作人员 已经把鞋垫当成了他的出行 必备单品 必须有啊 不方便 除了曾高电代言人 他的另一个身份 是螺丝粉推广大师 因为太爱了 所以干脆开了一个生产螺丝粉的食品厂 好消息是 螺丝粉第二年就在全国爆火 坏消息是 韩剑次的厂子在螺丝粉火之前被征收了 或许是因为创业路上这双重打击 韩剑次的精神状态一度变成了画饼大师 爷的男艺人 被叫老公时的反应是这样的 然而到了谭剑次这里 他致力于给每个粉丝一个家 你怎么绕过一群 Oh my god 娶她 他们想嫁给我 那我能说 不行吗 这个嘛 这个就是 他说我也说 但是献上口嗨多厉害 见下又有多害羞 当粉丝的老公叫到他面前 这人怎么连头 我不敢抬了 只能说 因为口嗨欠下的债 迟早都得还的 我爱你 喝酒 我爱你 这么多的 你没关系 我怎么样 你一定要 我听说 好 就想要 这人了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